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青森极限的反应逃生令无数观众激动不已 这是方普拉斯队长G2的决赛 11分钟Yankos在草空里蹲人 但是遇到的是一个嘟音地 打了一套血都没掉 反倒自己被刘青森攻中了 还好塔姆一口含住 随后双方爆发冲突 就在刘青森被塔姆舔晕 在派克QR二连之时 刘青森一个关键的描表 躲开了派克的斩机 随后描表结束 再一个极快的闪现 又躲开了维鲁斯的穿新长矛 这一波刘青森将操作拉到了极致 当时看到这一幕时 那内心是又紧张又激动的 刘青森究竟什么样的预判 能让现场解说都惊呼出声 在方普拉斯对战W的比赛中 28分钟双方在中路 持续没有动手 一直在寻找对方的失误 然而这时各位请注意刘青森 看好了EZ落单后 突然的一个预判甩勾 直接就命中了EZ 这禁锢击飞直往EZ身上怼 这闪现都来不及交 就躺倒了 随后方普拉斯众人追击 虽然对立大招放空了 但是小天一脚踢上去留人了 这时刘青森再次闪现一勾 勾倒了潘森 最后小天猫森也是二弹Q飞入 跟上的一击阿闪漂亮的完成了收尾 让EZ在这边Poke一下 EZ的蓝量还比较高 勾到了 也给大招 EZ被杀击大了 完了 这波刀尖铁血 铁出事了 下方要吹 吹过了 这边旁锢也击了过来 不拉斯又再次被勾倒 刘青森的神功 小天继续摸摇 这波阿闪 刘青森连毛孙阿闪都能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人看了不惊佩服 在Fan Plus对战弗兰提克的比赛中 13分钟 Fan Plus下路 双人组遭到围堵 卡牌开大封住了退路 就在卡牌黄牌定住林伟祥时 刘青森非常关键 闪现过墙 一口吞下 然后一个极限的精神 躲过了毛森的阿闪 这时队友也全部赶来了 保护着两人离开 这一波刘青森完美诠释了 辅助的保护能力 真是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呀 刘青森垂时连续两次的预判神功 勾得对手那时愈发难受 在Fan Plus对着击突的决赛中 25分钟 正藏在草丛里的小天 冷不定的一脚踢死了Kaps 双方也在野区打响了团战 这时刘青森的垂时 姗姗来持 面对一旁输出的RP 刘青森过来就是一个预判神功 直接逼出了RP的两个位移 没有闪现 没有E技能的RP 显得非常的无助 被Fan Plus五个人包夹住了 最终被小天无形的踹死了 当然还没完呢 刚刚奉献了一发 神功的刘青森再度发力 面对野区撤退的Vanda 刘青森再度一个闪现铁弓 又一次命中了 看到这一幕的解说 都在大叫刘青森的名字 小天应该藏着 在念回程 小王回程应该回程 这边看不出位置 看不出位置 我的天 来服成功 漂亮 小天真的是 这边还能打 赶紧先不提皮下来 现在摇火的摇火来 那边摇火的根 但是没有闪到 小天这边是一个散散大招 能不能保护一下 漂亮摩托的队友 而且RP 没逼出 你没闪了 当然刘青森的精彩操作 还有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最后希望刘青森 在那位AD的配合下 可以给我们打出 更多精彩的操作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不玩对线的是吧 刘青森又来了 对啊 三级的猴子 直接拄到了 一盘钩 哎呦 胡锡哥这波小 但是又换 能换一个 能换一个 好呀 W在一起中钩了 在这边后面有个枪的4 我过了 几波伤害好高 小天要一直来 大招拉一下 刘青森拿到了人头 这波有手 选品 就得看打野的节奏 哎 这里也闪现到了 这个是闪现到了纸上面 现在有点危险 一后一下 但是在塔下这个位置被晕到了 确定抓到 9桶的一个位置以后才去打龙 这一勾勾到老牛 老牛这位置先敲起自己的铃铛 有点血量再低了 回升二连一个点人 漂亮 刘青森一个7字形 二连闪现回来 但是自己也没换掉了 后面有一个TPU在这个位置 感觉是走不掉了 在职业赛场上 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 DEMO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 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 让我们震惊的时刻 如果你觉得DEMO视频做得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评论 收藏 支持一下 如果你和DEMO一样 喜欢英雄联盟 喜欢职业赛事 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 收听DEMO视频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 最佳盘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